左西相公所配合圆明会一部落一聚会所政策 目前完成建制十一个 古风称时评部落以废弃校址作为聚会所之用 争取多年除了预算经费 相公所目前也在积极赶办新办实业计划 明年要全力来推动执行 猜测超过三四十年的时评分校校址 超长边的大树林立随风摇曳 这清幽的校园一偶在不久的未来 将会处理一栋部落期待已久的聚会所建筑环境空间 多功能的影响 就是像年轻人打球 公所现在在做新办计划中 是有什么问题吗 土地什么都不够用好了 目前正在办理中 科长田桂梅指出 相公所配合圆明会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 积极为乡内阁部落规划设置专属部落自己的聚会所 二届之目前已经有11个部落建制完成 视频部落聚会所在部落族人的积极争取下 现阶段三公所也正赶办新办事业计划工作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尽快的发包动工 要等到整个计划的那个部分 因为不动产播用计划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广变 广变之后再接续就是工程的部分 这个聚会所是我们走细箱最后一间吗 还是说其实是还有一直陆续的在办 目前等一下有陆续在办 工部门一向公共建设首要克服的就是用地问题 科长田桂梅表示 目前尚在推动规划的部落聚会所 决打多数都是因为用地问题而暂缓 而已废弃校指作为用地的时评部落 规划经费有将近1800多万元 若新办事业计划顺利的话 时评部落聚会所的辟件设立也指日可待 接着是日欲蓝 佐西车房报道